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媒体报导了女团TWICE成员 在一起欠债6亿韩元的诉讼 胜诉的消息 不过因为有些网友们好像误会了一些事情的本质 所以想要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内容 以及韩网对此消息的反应 9月19号 根据首尔东部地方法院表示 A某向那样与那样母亲提出的借款诉讼 一审败诉了 12年来 A某确实有向那样母亲挥款了5亿韩元 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认定这是借款 根据判决数表示 A某从2004年8月至2016年6月 长达12年的期间 向那样母亲挥款了5亿3590万8275韩元 此外那样的母亲从2009年3月至2015年2月期间 使用了A某民意的信用卡 1亿1561万2093韩元的款项 而那样是在2015年10月以TWICE成员出道了 去年1月 A某向那样以及那样母亲提起了诉讼 在审判中 A某主张 因为那样母亲的请求借给她的生活费等必要资金 当时说好 身为利息商的那样如果出道的话就会还钱 但那样方未遵守诺言 然而法院没有接受A某的主张 法院表示 A某在12年期间向那样方提供了约6亿韩元的金钱支援是事实 但考虑到A某与那样母亲曾经是恋人 根据金钱交易的次数 期间 金额和背景等方面来看 无法证明这是借款 法院接着指出 根据资金使用地方来看 可以视为是为生活费而支付的 A某主张 本人期待当那样出道成为歌手的时候能够回收金钱 因此很难将支付的金额全部视为借款 目前因为A某没有上诉所以这一判决已经确定了 而在这个消息报道后就出现了很多造谣 所以JWP娱乐很快就对采访的媒体表示 这案件已结束并与艺人的演艺活动无关 因此我们没有其他评论 但是对于之后可能会损害艺人名誉或诽谤猜测性的造谣 公司将坚决采取法律行动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这不就是跟分手了后说之前我付的蔡宁芬都拿出来 有什么两样 艺人的形象真的是一瞬间 又不是Nayan的错 还在说Nayan形象的黑粉竟然在这里 突然让我想起了分手后还跟我要亲的那家伙 所以很上火 I go Nayan 很伤心了吧 妈妈的事情跟Nayan有什么关系 在JWP娱乐声明后 删除流言的速度也太惊人了 活你们的人生吧 黑粉们 到底是都写了什么样的酸言 会变成山流言派对呢 Pesa Party 山流言派对 就是指一大堆酸民忙着山流言的意思 Nayan 加油 9月18号 FH娱乐发出声明表示 9月18号 公司与SF9所有成员续约成功 SF9未来将以8人体制活动 罗文将专注于演戏等个人活动 尽管活动方向不同 但我们将永远支持罗文 他将永远是SF9第9位成员 罗文也上传了手写信 向粉丝们道歉了 有时候无法一一解释大大小小的误解而感到沮丧 但我相信 总有一天真心话会被传达出去 如果有粉丝因我过去的消极态度而受伤 我真的很抱歉 在过去的七年中 我一直感激的在每个珍贵的回忆中活动 今年我27岁 我打算尝试新的挑战 虽然官方没有正式宣布退团 但不管是韩国媒体还是韩网 已经当成是确定退团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正在伏兵的SF9队长永迪 也出来安抚粉丝们 他表示 我担心粉丝们的心情是否受到了伤害 我和鲁云有过很多对话 过去七年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以及我现在的感受都交织在一起 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 但像往常一样 我将继续支持鲁云的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韩网友们的反应 一退团就说是得了演员病 要这样到什么时候 拍偶尔发现的一天时 鲁云一边拍戏一边团体活动 让很多人认识了组合 当时也多了很多粉丝 但是只因为是演戏 也被部分粉丝们骂了 现在想到这些 真的很应援鲁云的演员之路 不与粉丝沟通 一直都看出对爱豆活动没有心 签收会演唱会都不参加 最后给粉丝的心理 也不提一次粉丝名 要粉丝们应援自己 却没有说也应援成员们 连成员们的名字都没有提 所以粉丝们才会生气 又不是突然退团 七年合约结束后 现在才开始说专注于演员 搞不懂为什么要被骂 我支持鲁云的演员之路 对于SF9八人体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现在才开始